民眾划著小竹艇經過一戶戶人家 印度北部阿薩姆省因為進入雨季 連日大雨造成嚴重淹水災情 當地有超過三分之二地區鬧水患 流經當地的波拉馬普特拉河水潰堤 道路也變成一片汪洋 神像出立水中 河岸周遭有1800個村子 超過140萬人受到影響 被迫離開家園 鄰近的比哈爾省境內 有一條戈西河的水位 也超過危險刻度 印度聯邦政府成立一支救難隊 幫助阿薩姆省和比哈爾省內 750位居民脫困 接下來幾天 淹水情況恐怕會更嚴重 當地官員即時準備帳篷和救災物資 尤其是為淹水特別嚴重的地區 準備醫療用品 預防日本腦炎或其他水災後 引發的相關疾病 大海新聞 鄭宇軒編譯 今後西河的水災 進入不同地區 用品質地的地方 感谢观看